张义某导演想把中国文化电影打入外国市场 好像从来没有停歇过 但过程却是起起落落 当年的一部英雄是他最好的成绩 甚至还提名了奥斯卡金像奖和美国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 不过近些年来很多人认为张老爷子好像拍不动电影了 像是16年中美合拍的长城 张导将一个古代的奇幻故事拍成好莱坞大片 尽管视觉效果眼花缭短 但毫无意义的角色 空洞的剧情不得不说就是不烂片的设定 目前张导最令人期待的电影要数这部影了 该片的地定当9月30日 在9月6日张导席该片重主演亮相威尼斯电影节 并且和观众共同光看了影的首映 放影完毕后现在响起了5分钟的掌声 这部影最大的特色还是吹幕般的画风和色彩 从曝光的海报来看就十分之美 而第一部观影人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有人认为影或许将成为张一谋最惊艳的电影 长城有多花质招展好人艳 影就有多含羞内脸惹人喜 其实中国电影缺的就是这种有自己特色的电影 非要各种特效搞得不吐不扬 以为能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结果却适得其反 也希望这部影能真正打动人心吧 在大家心中张一谋最成功的电影是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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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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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